我是主持人柯慧珍 那我们这一场的讲座 刚刚也介绍了 而且我们唐凤唐政委也上线了 大家刚刚大概都可以看到他 刚刚已经开麦了 而且开镜头了 我们唐凤唐政委 他是行政院的政委 但是他目前也是 未来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国家数位发展部的筹备造极人 唐凤唐政委 他相当高人气 我想大家对他都有一些了解 他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受教育的过程 而且有丰富的自学的经验 这个使得他对教育 特别有很多的改革的理念 跟他的一些参与的行动 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学 那么我们唐政委 他本身就是过去 已经这个历练让他有 非常有跨领域的一些才华 他是软体设计的数位科技高手 可是他又有非常丰硕的人文 哲学 法学 甚至他也接受了 我们这个精神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所以如果你看过他受访 谈到这一段经验 你也会发现他有很高的这种心理的素养 那他曾经是最年轻的创业家 他是跨国知名的企业顾问 但是他也非常投入公共事务 他推动临时政府 开放政府 那也参与了克纲改革的工作 那一直到进入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 那大家都已经也了解 他推动了社会企业 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 那么也协助数位经济 数位政府的推展 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前一阵子也参与到的 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 那包含大家可能也都有用到 防疫期间的口罩实名制的预约平台 或者简讯实联制 这些都是唐政委的重要贡献 所以刚刚杨吕桑也提到 那他是被日本媒体称为天才IT大使 那唐政委向来很重视 自发互动共好的价值跟核心能力 所以他今天的进行方式也很特别 他不是用这样专题的演讲 他是邀请大家自发的提问 再透过slido的线上互动 来达到我们今天大家共好的目标 那主办单位也是先收集了一些 大家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的相关问题 放在slido 那我想今天我们会有很不一样的 这个专题的经验 我现在就和大家我们一起乐烈 来欢迎我们唐凤 唐政委 大家好 请问看得到听得清楚吗 可以啊 可以 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我刚才已经在聊天室里面 有贴了我们这次的提问投票的连结 也看到有25个问题了 那最高票目前有28个赞 那不过在开始回答前 还是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 换成这个荧幕分享吗 我想可不可以把荧幕分享关掉 然后我用我的画面来显示可以吗 就是主办方这边先 拿掉这个荧幕分享 然后我把我自己拼在主画面上 或者主办方可以帮我拼在主画面上 这样看得到吗 有看得到我 理论上我的头后面应该是冒出大家头的问题才对 没有看得到 看得到 但是那个画面不大 对所以主持人可能要帮忙 把我的荧幕设定成主荧幕 就是拼在那个画面上 现在可以了吗 或者是可以大家都说可以 好那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的话 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随时如果大家比较不方便打字的话 也欢迎用我们Google Meet的这个举手的这个功能 那就看主持人要怎么样穿插就是举手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 那可能回答几题之后再请举手的朋友来实际的就是用急事互动的方式来提问这样子 那对那有同人说如果是用像桌机界面的话 可以先点我的脸 然后再点旁边冒出一个大头钉的一个图案 那就可以把我的头放大 我的头本来就已经很大了 就可以放得更大 OK那这是我们在线上视讯的一些技巧 OK好那如果大家都OK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 然后我回答完议题看老师是要去追问 也可以分享一些老师的想法 或者大家就是及时发表一些想法 那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移动到下一个问题 这样可以吗 可以哦 好OK 我们就以您说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好对因为我们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我们今天是数百位不是只是数位 那在就是特别是一对一的治疗情境里面 本来应该只有两位的 就是每个人参与的时候 只有他看到治疗师跟治疗师看到他 但是透过线上进行的时候 他立刻就变成四位 就是我们会讨论到说 治疗师在我的机器上的样子 或者是他讲的话跟他的影像不同步 或者要不要在他的脸上盯个大头盯之类的 那但是这些显然都不是对这个实体的治疗师做的事情 那反过来我的状态在治疗师那边也是相同 所以确实我自己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 就发现说这个就算只是即时视讯的这样子一种平台 更不要说在过程的就是储存等等 这个确实是重中之重 而且是关系到我会不会相信这段治疗关系 这段治疗关系能不能发展下去 我记得像这个提问是问说 那像这样子的系统远距医疗 多半只有大型的院所能够比较快速进入状况 但对于小型的治疗所似乎要花上大幅度的成本才能够接触 或者要把刚刚所说的像储存啊监控 委外给其他的所谓科技单位 那这个问题是问说 政府未来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国家级的远距医疗平台 就好像健保系统一样 让所有有兴趣的机构可以加入 或者透过认证授权的方式让民间私人的机构 能够知道哪些单位能够协助承接相关的业务 这也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面 我记得有一段是我花了三四个session 来试着说服我的治疗师切换到苹果的Facetime 那为什么是因为Facetime的视讯平台 当时是点对点的加密的那个video的平台 然后我就在我的session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讲Snowden 怎么样子去揭露说我们当时正在用的另外的平台 事实上是有监控的这个状态 那立刻治疗师里面就不是四个人 而是至少六个人 就是NSA在我们心理的状态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对这个平台的信任与否 那就像刚刚讲到影响到这个治疗关系 那我们在资讯科学上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点对点加密的这个功能 所以点对点加密就是说我传讯息给你 你传讯息给我外面的人最多最多就知道我现在有上线 有在传讯息 但是它的内容呢就算中间的我的服务提供者 好比像说中和电信或它的服务提供者 法国的某家电信等等 Orange吧 它都不可能从中间去拦截任何的资料 我们使用的软体的提供商Apple 或硬体的提供商刚好也是Apple 也没有办法去就是在中间拦截任何的资料 那当时FaceTime还只能够在苹果电脑上面运行 那但是现在当然也可以在浏览器上面运行 我刚刚讲这些并不是要帮苹果做业配 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了解到点对解加密的重要性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蹴可及的 它是需要不断的不断的去沟通 那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的角色 就是在我们资通安全上面 透过国家所认证的 以及跟其他的民主阵营交叉认证的 这种资安的实验室 因为喊出点对点加密很容易 这个软体的制造商很多都在喊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到 这个就是需要类似像是食品安全 或者是疫苗的安全 要非常专业的人去做各种各样子 我们叫渗透测试等等 才能够去真正知道 说它标示的这些安全的性质 是不是真的达到这样子的性质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 也透过就是大家纳税前 去certify我们的民间的这些自安的实验室 等到它到了这个国际的水准 现在有几家到了国际的水准 我们就甚至是国际的这种视讯软体 要进入台湾之前 并不是我们刁难它 但是因为它都说它是电队的加密了 我们就必须要去逐一去验证说 它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而且也有很多 我这边就不讲名字了 知名的这个加密软体 为什么到现在台湾还不准 在公物上面使用 就是因为说安装这个软体 我们的资安实验室发现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 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是真正有资安上的疑虑 那这些疑虑 目前这些国际的平台 看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结果 也很愿意来进行修改 所以我想整个来讲 就是我们是要把隐私的保护 然后隐私的加强 自动安全 这些部分去把它certify certify之后呢 这些提供者 它如果是透过抛弃 某部分著作财产权的方式 它贡献到这个公共领域里面 所谓的open source的话 那不管是任何界别的 你要用来做医疗 用来做资商 用来做教育等等等等 就可以在这些 有点像是内政部说 这是防火建材 或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自己去搭建 这样子的做法 那当然在目前小型的诊手 除非你刚好是学资讯工程 不然的话 比较难说 我就把这些自由软体 拼一拼就变成自己的 这样一个远距医疗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这个需求是会非常蓬勃发展 因为大家在接下来的 我们减灾阶段 就会有非常多的 这样子远距的需求出现 越来越多人会有第一手的经验 那当大家有第一手的经验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这些 不管是新创 或者是运用这些自由软体 来做就是线上平台的这些朋友 他可以进场的时候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也很老实说 这个台湾交通方便 健保非常的方便 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存在 那我觉得接下来两年 大概我们会尽可能的致力 往这个建材的部分 这个可以投入国家资源 那怎么样子去运用 说哪个是国家 对这种国际民退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比较不做 先回到这个问题 谢谢唐正伟刚刚已经回答 我想很多人都关心 我们那个远距资商的这个问题 那他们未来就是 就是在 也就是在这个 加密 在加密这个方面 隐私这方面如果有更多的 这方面的 也许是upgrade 我们也渴望未来可能 在政府在这方面 也可能会让大家 我们更方便 更能够可以去利用 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刚刚有一位 有举手 我们也来个现场的互动 我们说实际的 就是这个 你也开麦克风 那发言的互动 刚刚好像有吴玉慧 是不是 吴玉慧 会举手 要花言 是吗 于挥物 有没有 好 那假如没有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 那个 郑伟 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热门的 这个问题继续 好啊 这个 随时还是可以举手 这个 过号 不用等 两三个 过号 等下一个 就好 好 那我们再 29位朋友们 问说 在疫情开始之后 您曾经参与的 各类科技 结合 结合 结合生活的方案 不像说 口罩 地图 疫苗平台 口罩 平台 预购 等等 简讯 十连 这些都让民众感觉相当亲切 相当便利 也容易入手 那您认为 在临床心理的领域 有哪些区块 可以打造类似的见解 让民众更容易的接触到临床的心理的服务 这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口罩地图或者其他的平台 并不是我设计的 大概都是实际的使用者自己设计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提供一些像 即时的药局的口罩的存量 等等的这种数据 来做公益 那任何对于公益有兴趣的朋友 他都可以自己去打造 未必是地图 他可能是一个对话机器人 像简讯十连 他只是一套QR Code的规范 那像机管家 当然率先失作 当然之后 像台湾社交距离 他就结合了扫码 跟现在大家比较习惯开始用的蓝牙 等等的就是多个方面 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在公部门的工作 都是抛砖引语 是一个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做出来之后 让大家看到 有可能这样子做 但是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不能够去 好像剥夺掉新创的朋友 做社会创新的朋友 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也觉得说 像临床的心理服务 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 从视讯到做一些 及时的观察 记录 self-reporting 等等的这些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说 就是大家也用一种 比较开放式创新的方法 然后有某些 还不错的一些做法 不一定best practice better practice 就分享出来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基础上面 继续地往前开发 那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以前在政府采购法的限制里面 那尤其是跟健保相关的 那大家比较习惯的 真的不是这种开放式创新 而是说上面有个政策 要达成这个政策 透过公开评选 某家厂商 能作为系统整合者 他去把其他的这个砖块 整合在一起 然后提供 像刚刚大家提到的国家队 这样子的一种解决方案 不过我自己看了 就是卫福部在最近两三年 也有点像金管会开始拥抱 这个open API 这个传号营一样 他们也开始理解到说 其实我们就算是 找到系统整合上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把它怎么做的 那个open API写得很清楚 然后之后只要跟 这个standard相同的 那它就可以成为 民间别的选择 更多的选择等等 所以虽然还不是城市 这个level的公开 还不是open source 但是已经是跟 就是官方的系统 互动的那个接口 好像标准的110幅 220幅等等的插座 这个部分的公开 那也是有一定程度上了 降低民间创新的这个成本 所以我并不会说 好像我突然跑到 大家领域说 在临床心理上面 我们要做哪些地图啊 或者是预约平台啊 或者之类的 因为这些有很多民间的朋友在做 那但是我的具体的建议 比较是说 我们作为第一线的朋友 我们如果看到说 哪一些界面 我们觉得不方便 不好用等等 像当时我们刚退出 口罩地图的时候 很多钥匙朋友 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图的界面 会误导人 它剩两片口罩 都显示成有口罩 事实上那个就是 它不小心 起错一张单子而已 等等 那立刻它这样子 在回报的时候 因为有那么多的开发者 大概一百个不同的团队 总有几个会及时地去收拢 钥匙的需求 及时地去改进它 那有些钥匙 它本身也有像服务设计 这样子的背景 它可以很容易地 把它想要看到的 理想的界面画出来 而且它不是 只跟一家开发商讲 它是跟整个社群讲 那在工艺的这个趋势下 很快我们就看到 很多地图 它不管呈现的方式 导航的方式 它甚至让钥匙按个键 可以就隐身斗篷 它就是号码牌发完了 就从地图上消失 等等的方式 它变成一种co-creation 就是变成一种 共创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一定要 一下子就跳到那个application 而是先有 你们现在正在用的 这些系统 试着去建立这种 共创的可能性 那大家推举一下 学会里面比较熟资讯 或者是服务设计的朋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就累积 你们跟新创社群 跟社会创新社群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通常都是你拿出一个 足够好的alternative的时候 很多就以盈利为目的 的这些厂商 比较愿意坐下来跟你谈 因为他知道说 他若不回应你的需求的话 那很快就会有一架 新创来取代他的位置 抱歉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心理师 现在还是心口师的朋友 所以我很难对他做一个政策指导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谢谢 刚刚唐正伟提到一个可能是这样 就等于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open 对于我们让民众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源 那也许是这个类似 类似像这样地图的 那未来这个是从我们现在所有 可以有服务的 那针对这个服务我们可能 大家可以有一个更 更公开的一个服务的 这种类似像这样的地图 这个目前大概可行性是很高了 但是刚刚唐正伟您刚刚也提到一些 如果我们有一些based 就是我们比较一些based practice 也可能用一个开放式的 大家共同的怎么样 可以来做一个共创 可不可以就正伟您对这部分 您的想法可以再更多分解释 我举一个我实际有参与 而且当时也有读到的例子好了 这样我比较站在这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脚步上 在2015年 那当时V台湾平台处理 有一家跨国的公司叫做Uber 大家可能听过 在台湾想要退出他们的服务 那他们一开始是跟租赁车合作 所以问题不大Uber Black 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 他们就退出了Uber X 也就是跟没有职业登记证的 普通的驾驶 那一般人上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个app认识新朋友 然后顺道在他们上下班 虽然就顺道个两三百次 都有可能一个月 那然后收他们钱来补贴油钱 然后主张说这样可以 你知道比较好的 及时反应需求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 那但是既有的计程车的法律 那因为他们的演算法 凌驾了作用法 比作用法有用 他们就主张他们可以不遵守作用法 他们不是只在台湾这样子 他们在全世界在2015年 都是这样子主张的 那当时台湾是极小数 去透过这种crowd sourcing 就是群众外包的方法 透过polis这个平台 来去收集说 现有的在做类似计程车服务的 也有边乡的白排车 也有一些运输的合作组织 也有一些各种各样子 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 这个计程车工会等等 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也有这种 好像摆脱现有的这种 一定要在路边拦车 或者是既有的车队 才能提供电话排车 的这样的需求 他们也很想做个地图 那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这种想法 跟Uber的想法 跟现有的计程车队 透过线上的一种共创的平台 polis去搜集到大家 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一些共识 那这个就跟普通 大家在Facebook上面 只是放话 不是对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比较像是slido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大家最赞成 就算立场不同 最赞成的一些基本价值是什么 所以当时就收敛到 像大家现在比较知道 纳税纳保纳管 或者是说 你可以尖锋时间多收费 但是不能够比基本的 这个跳表价要来的便宜 不能这个剥削老公 等等这种 比较照顾到服务提供者 这边的一些基本想法 那当时运年所在 就是参加这个V2会议的时候 就说 好那我们可以开放 多元化的计程车 所以现在Uber是一家计程车 好像Qtaxi 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也会同时去 为了服务提供者 去扶植国内的这种 共创的平台 举例来说像Donkey Move 小旅行 侯胜总老师 跟很多创业家 所做的一个社创团队 他们就是去 媒合说 在地的 有 好比像说 我们最近有 这个在确诊者 去 这个检疫等等的需求 去年5月就一波 那这就是一个 临时的需求 那但是服务提供者 这边也有临时的需求 因为他本来观光的需求 什么在去年5月 突然间降低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 共用的派遣平台的好处 就是说 他不是只是照顾到像Uber 他的股东跟乘客的需求 我们现在这边也照顾到 司机员的需求 而且还可以去说 好比像说 在地提供长照服务的 一些居服员 那他如果也被辅导 考到了 这个就是 营业的征照的话 那他有这个驾驶执照 他就可以在 多元化计程车里面 周末在观光客 那但是周间 在长照的服务 他长照本来是 整车的工程 他现在也可以领 多个人的补助等等 所以说 他把地方政府 愿意出钱的这个需求 把计程车队 想要培训的这个需求 把司机员 甚至有些是转航成为司机员的需求 跟实际上面弱势的乘客 因为太弱势了 也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 使用的习惯 Uber根本不会开到那边 当地的需求 去做这种四方共创媒合 那这个是蛮成功的 特别 我想在新北 他们刚开始在台中 都有非常多 跟现有的长照服务 结合的很好的例子 那所以 我比较敢说这个例子 主要是因为 这是一个成功的舍船案例 而且法律也因此而修正 那但是就是新口词 未来新里斯 会不会因为类似的这种多方媒合 而修正他的法律法规 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 陈时中部长 这一段我就很难讲了 那但是至少在交通运输 偏向 常照医疗上 那这个共创平台 它是一个很确实的 从crowd sourcing agenda 重包 大家想要讨论什么的议程 最后到这个crowd sourcing的dispatch 就是连派遣的演算法的参数 都是大家一起协商出来的一种合作形态 希望这样子又比较落地一点 OK 谢谢 好 我想这个针对唐振伟这个提一个 真的是一个未来 可能我们临床心里的一个新的 甚至一个新的社会企业 新的创新模式 我想在我们现场还有没有 就说现在针对这个你想要再追加 因为过去我想也 我们有一些会员 也有在思考这样类似的问题 有没有人是不是要再继续 再问这个相关的问题 有没有举手的 好 好 那谢谢那个 证伟提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 那个创新 临床心理的创新服务方式 那谢谢 我们可能未来可以 这个一个小组来继续这方面的 再讨论下去 好 那我们就是不是在下一个 看大家关注的 这个slido这边提到的一个关注的问题 有一个程序问题 我先回答 就是我自己这边有留录影 那录影是我的脸跟这个slido 那但是大家的声音 如果有举手发言的话会录进去 那这个应该事先有跟主办单位说过 我会用 创用cc就是只是需要表彰姓名权 但是没有什么财产权的限制的这个方式 公开的放到YouTube上 那有大家的脸的部分 大会应该有一份录影 那个的使用的著作权就 不是我所能够干预的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往下了 有27位朋友们问说 科技发达 人手一击 那拍照跟录音变得容易隐藏 那打卡上传变成某种生活的仪式 那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各种社群媒体上面揭露 或甚至上hashtag 标明自己正在哪里接受某种治疗 但是在相当注重隐私跟揭露的伦理的领域 那认为这样的变化会对双方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你们应该如何因应 或者应该怎么注意哪些事项 因为我之前精神分析 主要最长的那段时间 是跟巴黎的APF的分析师 那我半年去一次巴黎 那回来之后 当然就是透过线上的方法 那其实我在巴黎 就是也当然也就是有一般的社交活动 叫朋友啊 从事学术活动等等 他们当时还没有什么这个拍照hashtag 打卡上传那么强的这种成瘾的这种习惯 但是就算是普通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提到说 他在哪里做精神分析什么 这个感觉就是跟聊天一样 聊天器一样 或者说我的健身教练怎么样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可以说是好像至少在巴黎 不敢说全法国 我所接触到的那些人里面 好像没有什么stigma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说 注重隐私跟揭露这个伦理的范围 对不对 因为我揭露的是metadata 就是说我有在接受这个精神分析 一个礼拜分析几次那是在下午还是在什么时候 我上次去的时候当时这个天气不错什么 我心情怎样 就是那个仍然不是在唐译上发生的事情 那个是在唐以外发生的事情 那所以如果只是说上hashtag 标明自己在哪里接受某种治疗的话 我是蛮平常心的去看待 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的那个巴黎的social norm 就是那样子 那现在你把这个搬到了线上 那也只不过是更多人在分享 就好像说今天上了健身房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在这一层 就是不涉及说在唐译上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了 不代表什么官方意见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鼓励的 因为越鼓励就越没有stigma 越没有stigma 大家就越会在牙齿注光之前去看牙医 或者是杨诚浩的刷牙的习惯 或者怎么样 那这样子才是真正好好的 善待自己的心理吧 这是一般性的回答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问说 因应或者是注意的事项 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人这样子揭露 我觉得同侪支持吧 可能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比像说他本来有症状症状 那经过了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疗 就康复了 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非常好的 什么刚刚讲IT大使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很棒 就是比大臣这个要来的对我的胃口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心理资商跟治疗的大使 而且因为他自己有过这样子一段康复的经验 所以在对于跟他类似的状况的朋友 让他去寻求治疗上面 或者是寻求治疗之后去互助来做maintenance上面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得住更多社区里面的人了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大家时间都有限嘛 不是说真的按个键数位就变数十位 那所以我想进一步的去把同侪支持这样子的概念跟系统 透过大家越来越容易在就是公开的场合 说哎呦对啊我本来有什么成因症我后来好了 非常感谢那个治疗方法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其中某个贡献 就是我有去翻译关于应该叫和焦虑一起冒险嘛 那个就是对于广泛性焦虑症的一个即时线上互动游戏 把心理的焦虑变成一匹红色的狼 然后狼跟这个主角的互动非常的好玩 那玩完之后他就会连到这个关于精神健康的一些资源 但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就是从光泛性焦虑症恢复的一个游戏作者 那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也把它整个康复的过程翻译出来 就有很多年轻朋友直播完这个游戏 然后顺便推广这个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那我觉得像这种都是非常好的就是科学补给的一些工作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OK好谢谢郑伟 那我们先看还有没有现场要在深入 同样这个问题在深入的 假如没有那这边我插进来请教一下郑伟 刚刚郑伟提到说你是蛮正向看待这种现象 如果说我们在线上我去分享 包括我分享我个人的接受心理治疗的这方面的一些 甚至我相关的疾病或者我的心理困扰的自己的内容 也包括我接受心理治疗相关的经验 那刚刚郑伟正向的看待 那这个有可能 反而会让这个大众更认识 那也许也就消除掉这个steam 那但是现在假如呢另外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像我在对看郑伟在分享您的经验的时候 那基本上郑伟都您有很高的对自己的一个反思 那您也可以去分享您对这个您反思之后 您的自我的一些经验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郑伟您也 我们这样观察看起来您也蛮接纳的 也就是说您也蛮接纳自己的这些经验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很多有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痛苦的 很多人是在他可以觉察 甚至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之后 可是下一步他很评价这个经验 那也许在网络上面 我这个我分享了 可是后面我再看 我可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些经验 或者在线上有可能开始他 现在来的就是说如果是被霸凌 我们就说是别人不能接纳 他的这些经验甚至可以开始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一些对他的评价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生 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前提 似乎是要一个他能够接受这些经验 所以后面包括别人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他的评价 他也可以就像郑伟您过去也听到 我就是我了解 但是我好像就听到就有人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声音 那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 您觉得吗 确实就是说我会分享的部分 大概都是我已经进入了我们那边应该叫做修通过程嘛 就是working through的这个过程 那所以就是那个insight 那个觉察先有 那分享再开始 那但您刚刚讲的比较是说 好像一种强迫性成瘾性的分享 就是说那个修通根本还没有开始 但是他因为就是有打卡的习惯 那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说打了这个卡 大家的反应 然后就遭到了比较像是霸凌或至少是歧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讲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太阳 它是发生在就是觉察或洞见后跟洞见前的两个不同的太阳 所以我们现在移动来谈这个洞见前的太阳好了 洞见前的太阳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 他的stigma的程度 因为如果是大家都已经觉得这没什么stigma的地方 他的社群是这个情况 那就算有少数的人他会去out这样子的人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 这个反正没什么啊 就像这个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说 我本来蛀牙那他这个发言了 然后整个脸肿起来 把牙很痛 那但是最后也好了 那之类之类 那就算他是不经意的讲出来的 他根本还没有在那个修通过程什么之类 那但是因为就很多人有拔过支持嘛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会去说那些特别嘲笑他或霸凌他 或怎么样子的人反而是那些人的不对 也就是说大家并不会变成袖手旁观 或者加身霸凌的情况 但是我也理解到说 就是每一个诊断 他的就是社会接纳状态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快速在改变的 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接受过 这个当时还是性别不安急患嘛 对不对的诊断 也是两个专业的精神可以是来开的 但是现在在新的DSM里面 这干脆就不是急患了 我干脆没有病对吧 那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嘛 就是我接受这个诊断 他可能2005的时候 到现在2022的时候 整个社会对于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当然是把它叫做跨 也跟今天trans这个一样的字 但是当时事实上有非常多stigma的这种字样 那所以我如果2005年当时 我还没有这个insight 那确实就非常容易接受到网路霸凌 所以我刚刚在讲的比较是说应该要加速 在整个社会上面透过同才支持 就是透过 我会解释说 这个我有一些焦虑不安 那完全是刺发性的 跟这个性别焦虑本身是不同的 这个现在是DSM的主流见解了嘛 那但在它是主流见解前 我就一直透过人际互动 试着去营造这个见解 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社群里面 那些可能社会支持 比较没有我那么丰富的朋友 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 我们就造成这样子一种 就是report嘛 对不对 就是互相能够相信彼此的那种环境 那他在这个安全空间里面 他可以去分享他在外面被霸凌的这个状况 等到这个安全空间慢慢越来越大 变成到整个社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处理别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算修通潜滩 因为就是强迫性的分享等等 那我们要接触的方法 仍然是透过同产去营造安全空间 而且尽快的介绍他进入这样子的线上 反正隔着荧幕真的是 就是只要能够学会睡前关荧幕的话 大概就比较不会造成太大的 physical伤害或不可挽回的伤害 是种安全空间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谢谢 那郑伟您对营造那个友善的同才的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您有没有特别的经验 或者您觉得未来可以 这一部分可以怎么样的去加强 甚至透过数位来加强 是我想一个友善的支持空间 最重要的事情 它就是关于那个空间的规则 是由那个空间的成员来决定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参与一起设定规则的 这样子的权限的话 那就算再好的规则在一开始设定好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跟上 刚刚讲到的就是外部的那个社会常规 那个norm开始慢慢改变的这个情况 所以 Eleanor Ostrom这个非常早就已经总结出 就是八个这样子的共有空间 共创空间的原则 那里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常常最强调的 就是第二个原则 就是在地性原则 以及第三个参与是规则制定原则 那但是所有其他的也都非常的重要 包含更大的那个网络 整体的学术界的网络 去支持这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社会实践等等 那这个就是第八个原则等等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背那个 Eleanor Ostrom的那个八大原则了 但是我想每一个都是蛮重要 而我特别会强调第二个第三个 OK 好 好 那我们是不是在进展到下一个 这个下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刚刚的那个问题稍微扩充一点点嘛 问说各种科技跟数位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科技科学的应用是技术嘛 技术的应用是数位 所以是就是一个progression 这样子的发展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子会如何影响 医疗跟临床心理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工作生态 甚至是工作模式 当然我们在就是移动通讯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 我们真的已经做到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而视讯也差不多三分情的这个情况了 现在是因为我们见面要用口罩 所以倒扣一分情 见面反而变成只有两分情 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comfortable的反而变成视讯的演讲 我前两天分别去好像大甲高中吧 跟另外一个高中北大高级中学演讲 那但是虽然我们指挥中心在中央说我不用戴口罩 但是校园里面或地方政府他都加研 所以就必须要戴口罩 那我就戴口罩连续讲了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感觉真的不好 真的是就是刀扣一分情的感觉 因为我会很常运用micro expression 那但是如果我的micro expression 就是扣掉一大堆 然后只剩手势 我发现手势很难完整地传达我micro expression 本来要传达的那个意思 所以 对那但是这样子的状态 当然我们在心里的现场 我们要的可能不是只有三分情 对不对 我们如果是我习惯的那种做法的话 我们要移情 可能要到十一分 对不对 要完全就是进入一个 就是在共享horizon的那个状态 那线上真的很难达到那个状态 我在整个视讯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是半年校准一次嘛 就发现说 我最后能够达到那个状态的 就不是跟治疗师 而是跟在我的平板电脑上面的 那个治疗师的影像 可以达到就是transference的那种状态 但是跟古典的书上写的都不一样 那到最后变成是我内化一个荧幕在心里面看着自己的行为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的那个过程是相当相当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理论的支援必须要跟上 我觉得本来很多就是在现场情境的 他可能要重新去检视说到底有几个 五位主题到底是几个主题 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说 让大家除了省力之外 这些技术当然很省力之外 安心的刚刚特别讲到隐私的强化 那或者是自通的安全这个部分 这个也要加强 那等到这两个都到位之后 我觉得是很乐观的 因为像最近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低轨卫星通讯 可以在第一环境或者是平常的通讯建设都没了 只剩太阳能板跟触电池的情况 都还是可以去做到及时的通讯 那这个算是大家开始体会到这个移动科技的一个状态 所以未来就算是在医疗资源最不丰富 移动成本最高 而像小旅行这样子的东西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阶送问题的这些地方 或像长朝景景它很难移动的这些情况 那我觉得本来很难达到的这些地方 都可以透过刚刚讲到的 对于norm的这个改变 包含理论上面的对norm的阶纳 那跟对于技术上面的自通安全 跟隐私强化技术的加强 那也可以带到带不到的地方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 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要追加这个问题的 要直接这个开麦克风跟摄影机跟震尾互动的 有没有 好没有 那我们就再进到 那个下一个 这个比较高关注的问题 好 我建议临床心理师们在科技领域 应该强化哪方面的知能 我这个分成就是 resilience 就是任性方面的 跟民主 就是democracy 方面的 那这两个刚好 也是我们 接下来 我再筹备社会发展部的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resilience是这样 就是说 它比方说 像刚刚在开场的时候 大家都提到应变 那其实resilience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应变有充足的资源跟信心 以至于不只是特定的 你本来可以预见的情况 你有一套SOP 你对于不能预见的情况 你也有一种心里的 疑郁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们突然之间 这个网络断掉了 那没关系 切换到手机分享 我们操作过很多次了 突然之间 我们一幕分享坏掉了 那没关系 我把我的镜头 透过OBS的这个虚拟镜头 也可以来分享我的简报 又或者是说 突然之间收音有问题 或等等等等 这些部分 那我每个都有两三种 别的我已经试过 而且手边立刻就有的 这些解决方案 那这个的好处 就是说 你会在一个游刃有余的情况 那你的个案也会感觉到说 这个治疗师 他comfortable with这个环境 就像是我们布置 我们的资商室一样 就是走进这个资商室的时候 会有一种 这个主人跟他的地方 是一致的 这样子的感觉 这种 congruence 那所以同样的 就是在数位的部分 对于他的运作 一直都有备案 在心里有一个余裕 也可以让人 比较有自信的展现出一种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们有备案的 这样子一种 就是这是我的地盘 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 就是透过不断的演练 来达到的 那这个真的也不困难 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 或者是非常多的投资 你只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在这个环境里面相处 那大家可能约一些practice 或者读到的什么session 专门就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慢慢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些工具其实没什么 那有这种没什么的感觉 我觉得接下来才能够 透过这个来营造 让大家都舒服的 这样子一种气氛 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就关于谁的决定 谁就要参与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运用的这一些科技 我们越多是我们自己知道 怎么样子来调参数的 那它对于我们就越assistive 就是辅助式的科技 我最常举的例子 就是这个辅具 就是眼镜 我不戴的话 大家都看不太清楚 这个就立刻倒扣一分琴 对 那但是这个眼镜 它是assistive 因为第一个 我蛮知道它的运作原理 而且它也不会突然跳出广告 十秒钟才关得掉 所以它跟我的最佳利益一致 那但是如果坏掉了 或怎么样 首先会有备分的眼镜 但是我也可以拿到箱口就自己修 或者是找我认识的人修 那意思是说 我不用签个NDA 我不用学十年的城市设计 或眼镜修理 我也不需要去做任何这种 好像要付三百万手权费的事情 那所以当我们挑的技术 都是这种assistive technology 如果之后导入AI辅助的技术 也确保它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判断的方法 就是它运作的时候 是以我跟个案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而不是任何别的包含广告商 以及当它坏掉 或不是坏掉 而是有bias 跟我们的用法不同的时候 我很容易找到旁边的支持社群 在不是本来的那个发明人 或创作团队的允许下 我就可以很容易去改做调教它 到我自己的需求 只要它满足这两个条件 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科技 它真正demokratize 就是民主化 越靠近实际需求的人 越能够去掌握这个科技的进程 那这就不是像现在英文demokratize 已经变成很便宜买得到 也可以叫demokratize 还好中文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参与这个科技民主化的过程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那大家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嘛 好比像说参与编辑维基百科 参与编辑开放截图 等等的这些经验 慢慢扩充这些经验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OK 好 那所以刚刚那个 郑伟您在提到 也就是说目前是在您在筹备 这个未来数 这个我们的数位发展部 也是这两个很重要的 是算是 对 就是covalu嘛 你在做这个 OK 好 那 我们好像后面也有一些 关于数位发展部的一些问题 或者等一下 或者看 都可以啊 没问题 我都可以 因为就是在数位发展部 我们看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在提到这个相关的 也就是 除了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怎么样 这个数位转型 数位的创新 那刚刚我们 包括 我们今天也提到 一些怎么样 未来可能利用数位创新 那我们的临床心理 有一些很新的 服务的模式 那我们想 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现在数位时代 其实在应用这些科技的时候 特别对我们的儿童或青少年 那也特别有产生了 一些这个比较 因为不当的使用 当然我们很理想 我们就希望 就说包括一些covalu 那还有整个网络的环境 有那种友善的环境 但是以目前的来看 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是产生的 也包括一些新的心理疾患 就刚刚是说强迫分享 我们现在是说 这个成迷或者成瘾 那一个包括网络社群的成瘾 那么游戏的成瘾 那这过程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在青少年 这边高发 那可能很多是 因为他们有一些现实 很多的问题 包括可能政委过去 您也有经历到的 就包括比如说霸凌的问题 那包括在学业上很多的 不适应那个排行 不断的在 这个非常低标的排行 底标的排行 这个让他整个自尊的上市 所以他寻求在网络 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寻求他的自尊 包括可能追求网络的不断的站 或者追求游戏的天梯的排行 那这个 也让网络这边的可敬性 也让我们青少年很快的利用 这样的一个方法 他逃避到网络世界 利用网络里面的很多的活动 那么来处理他现实这边的问题 但是不是真的处理 他可能是一个逃避 那用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方式先处理 但是后来天梯还是 有可能是爬不上去 还是会输给别人 那站呢 有可能不断的比较 还有人比我站更多 有可能是 这个有可能我变成 这个非常的焦虑 一直在 我会有没有更多的站 然后或者我比别人去做一个 这个跟全世界的网红去做比较 这些总统的青少年在网络社群的 更多的焦虑忧郁 对于这样的现象 我们再提到说 在数位发展部 未来的成立的规划里面 因为他有没有比较有可能是 可以跨部会的 变成是可以来关注 这样的一个比较科技使用的 其他的人文面 心理面 社会面 这位相关的议题 对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在数位发展部的 这个政策形成的这个过程里面 大部分确实是 郭晓皇老师的贡献 那他的贡献里面 我觉得蛮重要一个 就是跟立法院讨论出来 就是不是只有产业的发展 也包含比较全面向的 这个社会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产业发展的部分 就变成专门有一个 数位发展部产业发展署 所以可以说是数位部里面 本来发展在产业上的部分 未来大概就是产业署 来担任这方面的角色 那但是在部里面的 很多司 那就因为数把产业的角色 都分担掉了 我们司就必须要去专注在 这个设法的这个工作上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不同的 这个跟很多国家 它的就是数位化部 是完全就直接跟商贸部 放在一起 或者是跟投资部放在一起 或者是跟金产省放在一起等等 是非常不同的概念 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有 就是经济部那边的发展 我们也有可能 卫福部社家署等等的那方面的发展 这个是特别平衡的 那但是我是 due credit 这是郭老师的贡献 那我会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部本部 而不是书里面 我们主要是做社会发展 那设法的关键是什么 那就是刚才所提出来的 就是增强所有能量性 那更让所有的公益性质的这些活动 都更民主化 也就是大家更容易参与 更容易互相给出交代 这确实我们现在有提出数据公益 这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这个欧盟现在也用了同一个字 data altruism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数据公益的概念 其实就是说 我不管我是个人 我愿意我的个人的资料 在被处理到只有统计性质 而绝对不可能危机到我的情况 就是不是去识别化 而是就是统计 完全匿名的情况 但是我愿意捐献出来 去做这方面的处理 或者是说 我是一个单位 那这个单位 它本来就有做一些资料的搜集 我愿意配合用格式化的方法 去让像刚刚讲到 在偏乡要做移动服务的演算法 更容易地去把这些偏乡实际的需求 纳入这个演算法的参数里面 这个无设个资 但它总得用相同的格式捐出来吧 所以这两个活动 那如果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费来挤注 来支援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就会出现很多 就是数据工艺的一些 好像类似合作组织会开始出现 在台湾大家比较有名的 就是在小学自己量PM2.5的 空气品质的空气盒子 那再加在一起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污染移动 飞移动污染源的 包含监测防制裁法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网络 而且它也把我们的整个就是政治 这个诱因改变了 所以在工业区的很多人就说 那我愿意空气盒子装到我的路灯上来 因为我想要证明 我不是在地的移动污染源等等 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这个数据工艺的话 很难想象说这个产窗 会那么容易自动 通常都是射窗带动产窗 的这样子一些行为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部分我们并不是取代NPO的角色 我们也不是来越位说 这个我跳过心理丝或者社家属 或者是和团丝 或者是等等的朋友 相反我是仍然是公普的公普 的这个概念 因为社会发展部 英文叫做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简称Moda 所以我们自己都说是 我们是这个小鞋的这个马达 小马达 那所以就是马达是什么 它就是把电能转换成动能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去去动 而是我们去Empower这些可能需要数据公益的这些支持的朋友 那在既有的那个方向盘 不是马达不是方向盘 在既有的像刚讲到远距心理资商等等的社家属 或者是一时四等等已经有的这些前台上面 我们在后面去确保说它能够更周延的 而且更低成本的就考虑到实际上面第一线的需求 那这个我们在简讯时连在口罩地图 在疫苗供需的平台等等上面 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数据公益的价值了 那我们会未来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OK谢谢郑伟我们也非常期待 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未来有可能如果这样跨部 比如像我刚刚提到的问题 现在好像我们知道心口石有在关注 那可能社家属一部分 因为儿少的部分 那家庭的部分 然后再来教育部也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关注 因为儿少 但是现在好像缺乏一个跨部会 比较如果能够有一个跨部会共同来关注 而且还结合了就是有很多是可能也跟经济部相关的一些 因为这会牵扯到经济部的一些厂商的一些 他们的包括产业的一些 带来的一些影响的问题 那我们很期待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更跨部会的共同关注这些议题的一个规划 OK 好 那这个 我还是要提 因为我们在唐宏正为您相当的人文关怀 您的这个而且您的利他 您刚提到的那个利他的对利他的重视 这个价值的推广 我们一直是相当的认同 就是说而且也非常期待您在这方面能够可能对一些我们国家的政策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贡献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就是剩三分钟 那我们是不是最后看看还有没有一个是要现场互跟这个政委互动的 有没有要举手现场 有没有 有 好 有一个SH 是陈老师是吧 OK 好 那个陈淑慧陈老师 我就先生快速请教一下 因为非常谢谢那个政委刚刚谈的很多东西 我也特别喜欢后面提到的那些altristic的一个态度跟观点 那我想跳开一个一个问题想问说 因为科技是必然要往前走 那人性好像有共性 那我想问一下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不知道您对一个科技跟人性之间的好像不该是对立 就科技跟人性 人性说错了 科技跟人性之间要怎么去考量 那有没有什么启发的点可以让我们临床心理师或我们的社会能够能够比较结合出这些概念 谢谢 这非常好的问题 感觉要讲三小时的研讨会 那我们剩三分钟 好 那我想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回答 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说工具 科技工具应该要服务于社会的价值观 而不是任由工具来决定我们的价值 那这个是就是所谓人文主义传统 大概都是这样子想的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说 一方面有像我把它叫威权式的智能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这种AI的技术 它主张说我们不需要追求公益 而是说这个最近网络上有句话说 我们用让社会一起控制疫情 但有些地方用疫情控制社会 所以就是用疫情控制社会的那些judication 它就会有个倾向就是 每个人对资料都越来越没有控制权 然后他要过分集中到一个地方 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方向盘只握在一个人手上 那这个是一个威胁 那另外一个威胁是反过来的 就是说觉得所有现有的institution都不值得相信 那所以呢像比特币的发明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会组人 那他认为说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值得相信 所以我要disrupt 我要扰乱他们 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个人对个人 不管在地球哪里 我可以去运用非常多的发电量什么的资源 去确保说我跟另外一个人中间的信任是安全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想要信任任何现有的机构 而这些机构的这些norm 很多是为了公益啊 金融普惠啊 这个防诈骗啊 所有这些 我们把那些norm都推翻掉好了 这是彻底的个人主义的 那所以就是说彻底的集体主义跟彻底的个人主义都是我们说的这个democratic resilience 民主任性的这个vision的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大概就是去看到他们的这些用词 不要使用这些用词 而且自己去创造出一套可行的系统 然后让整个民主阵营吧 都看到说这样子用社会的价值来运用科技是比较好的 那我的job description 我的就是在纽西兰2016年写的我的工作的范围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快速地念一下我作为digital minister job description 来跟大家分享 goes like this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Plural在中文是数位的意思 但是也是多元的意思 谢谢大家 郑伟 刚刚有一点抱歉 因为早上我跟空华老师 我们之前好像有一点时间 搞错以为说是十点十五 刚刚重新接到通知 不是四到四点半 很棒啊 所以没有人太棒了 Short session的相反 Long session,对吗? 还可以elaborate 对,如果您这个问题还想要 在,就虽然您好像已经刚刚尝试的 在做了一个很好的考虑 但是还有十五分 所以您可以 还要 多聊一聊就是了 好啊,可以啊 其实也不瞒大家说 就是我现在就正在 写一本书 那英文的啦 那但是大纲有中文的翻译 那就是专门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但是不是 现在不是在打书啊 因为书这个 还因为筹备的关系 这个都是让另外一位共同作者在写 我现在没有什么input 但是应该是还是会写得出来的 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 Plurality Technology for Collaborative Diversity and Democracy 那中文叫数位啊 多元共创的民主科技 那这个书的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 觉得好像命中注定 说科技跟民主 或像刚刚的提问是说 科技跟人的共性正在交战 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命定主义 那相反的我们可以说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种 你要嘛要牺牲人权跟经济 要嘛要牺牲健康的那种命定主义 我们没有subscribe这个命定主义嘛 所以我们就到现在一天也没有封城 但是大家的健康权至少比注意过外啦 应该是有维持住 所以就是说不接受这个命定主义 是这本书最基本的这种想法 那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就是分享台湾经验的这种成分 那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去区分说 我们哪些部分是现在网际网路 其实就可以提供的 哪些部分是现在网际网路 还没有办法提供 我们必须要去找网际网路的当初的这些设计者 当年没做完的部分 然后去做足够的我们叫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数位公共建设的这种投资 因为如果不做这样子的投资的话 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它是就是权力集中化跟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不像说Facebook 它本来也不是要变成一个数位集权的 但是它越来越发展的结果 因为这个资料集中的这个自然距离 所以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平常生活是一个民主社会 但是你一旦上了Facebook就进入集权体制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它在早期都试过这种有意义的参与 但是因为它后来大量运用极其学习科技 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困难做到的事情 因为它最后的profit motive还是要赚钱嘛 对吧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问说 那我们底层的这个作业系统 我们要把它叫什么 我们要做哪些作业系统 那现在是把它叫做就是人权或者说自由 积极的自由 所以包含人格权 结社权 交易权 财产权 我们怎么样确保说 我们都不需要透过垄断式的这个监控式的资本主义 能够达到这些最基本的公共建设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上面去发展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多元性共创性 或者是我们对于民主治理特别重要的审议 或者是协商 那这个才会变成上面的 我们把它叫做应用程式 就人权自由这个是作业系统 我们在上面运行的数位民主 这个是应用程式 所以如果简单的elaborate的话 你可以想象说 好比像说我们如果 要进行一个市政会议的讨论一个公听会 但是我们能用的基础建设 只有nightclub 只有我们的夜总会 就是像facebook这样的地方 非常的吵杂 你要大声吼叫才能够听得到 那大部分的饮料都是成瘾性的 那成年人也许可以就是处理到某个程度 但是小孩子的话 那一下子就会陷入那个成瘾的状态里 那而且也不是真的很有机会结设自由 那个空间并不是你安排的 那你稍微试着安排 以下的话说不定保镖就请你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比较类似于娱乐性职业总会业生活的这种使用分区 旁边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盖一些公园 盖一些公共图书馆 这个去让大学在里面能够去营运一些像PTT那样子的 就是它有言论自由 政府也提供钱 它政府绝对不去查手馆 等等的这些一臂之遥的这些公共领域 那这个在台湾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在比较没有的那些jurisdiction 大家听到social media 想到的都是anti-social media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也因为就是这种疫情 心灵的疫情啦 在台湾的以外的其他国家更严重 所以他们就更愿意投资来做这件事情的改善 所以只要我们有比较好的方向 各国都有所投资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共享这样子一个保护人权的基础的作业系统 跟在上面运行 大家最care的 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进行多元的讨论跟协商 那我觉得这个才会变成比较积极的方向 那一味是说我们要课那家夜总会多少税啊等等 那当然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你那个税如果不拿来盖公园 拿来盖大学 拿来盖图书馆的话 那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以上算是一个基本的对这本书的介绍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OK 好 那个谢谢郑伟 后来有更多的您来诠释 而且也来解释更多您的理念 那我想未来这个是一个我们就希望这样子一个多元 好 那这个能够多元的讨论 然后一个民主的这样子的 有一个民主这样可以让我们多元讨论的空间 而在这样的一些空间里面 其实就是说很重要的您包括您很重视的那些利他的价值 那这些利他的价值跟共好这样子的一些价值 那在这样的价值之下我们很期待未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数 数位的一个空间跟数位的世界 OK 好 我们那个现在还有最后还有 现在还有六分钟 还有六分钟 您看那个还那个政委还有很高关注的议题吗 这个还有时间回答高关注的议题 最后先问问大家有没有要举手发问的 我们还是最后先留机会给愿意举手的朋友 好 这样有一个这样 好 我们刚刚谢谢那个淑慧老师的一个提问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再留给这个现场 现场就是你那个现场的提问 我说的现场还是线上的 好 是不是有一个朱哲成是吗 不是 那是举手把荧幕关掉的意思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看那个聊天室里面倒是有个讯息 说这个说刚刚我念那段英文诗吧 我的job description很动人 那可不可以再为我们朗诵 因为不是酸民可以直接朗诵 那好像也不错对吧 这个蛮人文的 那我就朗诵一段我之前翻译过的一首诗 实际上也是一首歌了 那它是叫做come healing 那是Lena Cowan 它其实是有曲子的 不过我就不特别唱了 我用念的好了 那中文是我的翻译 不过我念英文啊 那个静伟您要唱我们也非常 可以哦 不带口笑唱歌是可以的 因为对因为是数位嘛 没有传染的这个风险 OK 好 那尝尝看好 Oh gather up the brokenness and bring it to me now The fragrance of those promises you never dare to vow The splinters that you carry The cross you left behind Come healing of the body Come healing of the mind And let the heavens hear it 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imb Oh see the darkness yielding That tore the light apart Come healing of the reason Come healing of the heart No troubled as concealing An undivided love The heart beneath is teaching The broken heart above Oh let the heavens falter And let the earth proclaim Come healing of the altar Come healing of the name Oh longing of the branches To lift the little bud Oh longing of the arteries To purify the blood And let the heavens hear it 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amb Oh let the heavens hear it 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amb Thank you all for the strength Live long and prosper Mic Otep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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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epahn Gesheod 그러 Our time is over We've been arou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nk you I'm very grateful Thank you Maybe you 大家也可以 就是很享受 今天真的很享受 非常感性跟理性 今天真的充满了理性 感性跟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moment 那么很谢谢唐振伟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更多 在网际网路 或者在数位应用的一些 很重要的value 那也让我们对未来的 这个数位发展部 未来的规划 也让我们有很多正向的憧憬跟期待 那么也带动了我们 让我们对于未来 我们临床心理服务 怎么应用数位科技来做 或者网际网路的平台 我们怎么样 包括您所提到的一些很多 这个covalu 那大家共创 共同合作 这样子的一些来做一些利他的工作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idea 我们的很多会员 包括我个人 我们都有一些新的idea 那这个谢谢您带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多新的这个一个启发性的一个新的观点 那我们很谢谢 我们最后大家在一起 就是在线上鼓掌 谢谢 谢谢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明天从头到尾都听歌就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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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